很多人拿那个全红山和谷爱玲来比 我觉得没有比的必要 为什么呢 首先你说那谷爱玲那些环境 他的教育条件 他爸妈的文化 一个是斯坦福的 一个是哈佛的 这怎么比啊 全红山爸妈呢 一个老实八教的老名 妈妈你说实话 学历又不是很高 能把这几个孩子教育好 就很不错了 但是就是这个环境 偏偏造就了全红山 一个很正能量的小女孩 不管是东京奥运会啊 还是吃辣条什么 他都是率性的 他没有那个经过包装 没有资本运作 他的爆红是自己突然的 不像郭友财 郭友财的东西你都可以 就是有些痕迹啊 你都可以摸索得到的 就是像那个体育圈的人 他身上都有一些正能量 像谁 像我最敬佩的人有两个 也是全红山 也是吕小军 吕小军这家伙是精神 你在他身上看到的是 一种热血 积极向上的东西 像全红山也是 他从身上看到一种纯真 我觉得全红山和拐灵 一样根都没有 相提必论的必要 因为咱们是什么人 咱们就喜欢什么人 像我我喜欢蚕宝 国安宁我就觉得 高不可拍 人家的教育环境 可能说像普通人一样 一辈子也出了一个自国 像我也可以客人也是 所以我就觉得农民需要有一个这种正能量的明星 全红山我觉得正是正能量 对 对